阿姨都來幫忙你 那一天都來幫忙你 說你帶你媽媽 你看不看 趕快要寫 叫你趕快吵出來 叫你趕快吵出來 說給阿嬤 看一看 七十歲阿嬤看著照片裡的孫子 忍不住哭了出來 想到兩個孫子 哥哥才小學五年級 妹妹小學三年級 現在卻下落不明 讓阿嬤的眼淚直也止不住 都沒有連動 沒有 連動一直沒有 聽說也沒有去打掃嗎 連動都沒有 連動都沒有 老師也很中心 阿嬤的女兒是個單親媽媽 上個月才因為癌症故事 留下兩個相依為命的孩子 想不到小孩竟然被生父帶走 小朋友的制服和書包 都還遺留在屋內 家裡也被翻得亂七八糟 我是很希望說 阿嬤在後面要出去的時候 那小孩看真的 媽媽在那邊 都沒有 上個月五號 兩個孩子失蹤 連學校都沒去 到了六月八號 連媽媽出病都沒出現 趕緊到派出所報案 會這麼擔心 是因為小孩的生父 和生母並沒有婚姻關係 並不常出現在他們的生活圈 沒有人知道他的背景 而台胞證和名片 信件 每個名字都不一樣 光是名字就有四個 母親過世後 撫養權應該歸阿嬤 但卻被生父強行帶走 甚至要打官司 爭監護權 到現在已經一個月遲遲沒有消息 阿嬤擔心孫子會有危險 才哭著要大家幫忙找人 且代據雲亮文兵 雲林報導